本身我對反恐方面的工作特別有興趣 為何加入機場特警組 是因為我對機場特警組有情意結 我至少在九龍城聽著飛機的聲音成長 另外我見證著舊機場的觀遷 所以我一直視乎加入機場特警組 是我的夢想 曾經加入反恐特勤隊的總督察孔逸娜 是今個月接管機場特警組 作為這部隊的首位女主管 孔逸娜怎樣看自己的角色呢? 機場特警組大概有超過100位成員 我本身是第一位女主管 即是第一位女主管 對我來說 其實對於擔任這個主管 而是肩負起機場安保的工作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重任 但正正是這樣 我覺得能夠成為這個主管 是很有滿足感 以及很榮幸的 作為少數的女性 以及還有一個嘗試 即是管復這麼多男性的機場 會不會有壓力和難度呢? 其實因為我們男女的組員 或者成員都好 是經過相同的輪選和訓練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用同一個準則進來 對於男女的分別不是太大 但可能男女上 可能你會覺得性格上 或者特質上有些不同 但我覺得作為一個主管 最重要是怎樣去團結團隊 發揮每個人的長處 機場特警組 除了負責維持機場警區的公共及航空安全之外 還要處理反恐 要員保護 災難支援等等的工作 孔日娜上任之時 適逢全球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香港國際機場人流罩減 但孔日娜就認為 反恐工作仍然不能夠鬆懈 機場都是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基礎 就是國際輸流 所以我們其實不能夠忽視這方面的工作 即在反恐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們無論環境是怎樣 社會是怎樣都好 我們都是做相當的準備 機場特警組有新主管 機場特警犬也有新裝備 讓他們協助處理突發場面時 加強保護 新裝備包括護目鏡、護耳罩、保護鞋 和戰術背心等 這些裝備 可以防沙石和碎片入侵眼睛 避免警犬受到巨響影響 同時亦可保護他們的四肢 避免被玻璃碎片 腐蝕性液體和高溫地面燙傷 東網記者陳淑儀報導